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茉莉佛出现在幽宫 心宫 为韦提希说法 而韦提希夫人 皇后很好咬西方结乐世界 不想在这麽污族的世界 五族恶世继续下去 为什麽她这麽厌世 为什麽韦提希这麽厌世 因为她家庭发生了一个惨案 就是儿子杀父子 皇子要杀父皇 散慰 幽禁父皇 想饿死父皇 母亲去救 想杀母亲 这是家庭的惨变 若你说这麽也不是痛苦 什麽是痛苦 若家庭裏面有这样的逆境现前 怎麽会说不是痛苦呢 所以无论是家庭和韦提希 日常生活上看到人民的痛苦 家庭的痛苦 人与人之间的斗争等等这一切 她都觉得这个世界是不值得眷恋下去 她要离开这个世界 这个故事还继续发展下去 就是开始释迦牟尼佛典教慧提希 去做观赏 增加 她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能力 你的观赏越强 你往生的能力就越强 为什麽会这样 当然我们一直说下去 大家可能会多些了解 说到这裏 我们也差不多说了 整部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的大概 百分之十 大概十至十五 即已经说了它的introduction 已经开始说了什麽呢 说了common introduction specific introduction 即是通罪 和别罪 既然说到这裏 我们不妨是 顿色一阵 我们作为一个 带大家 搭架直升机 去俯瞰 去看看 整部经是怎样的 通常以前讲经都是这样的 五重原意 解完经题之后 大概这个故事是怎样发展下去 让大家知道这个故事的大概 让大家知道这个故事的大概 更加容易去学习 探讨 和容易去衡量 这个故事有什麽启示 那我们 顿足在这裏 看下 整部经的结构是怎样的 我们再回来 再继续这个真实的个案 佛说观无量寿佛经 就是南北朝的时候 还早过徐堂 唐宋八大家 文笔相当好 他比徐堂更古老 但虽然是这样 他整篇的经文 都很有结构 我们研究他的结构 我们整篇经文里面 除了 佛说观无量寿佛经 里面 就有一个 所谓的 就是经题 之后 他就有个正信罪 这个正信罪 因为我们在座也有些土生的 喜欢听英文 正信罪就是Introduction and that is a common introduction 所有的经都是这样开始 这样开始的经 就可以证实到 这部是佛经 因为佛经的开始 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开始 如是我闻的开始 正信 正信 正信是什麽呢 原来这部经讲的时候 释迦牟尼佛 是有六种 特别的原因 六种特别的条件 才可以成就到 讲这部经 这就叫做正信罪 正信罪当然 我们每部经差不多 大概是这样 如是我闻 一时佛在某处 在这个情况 佛在 灵袖山 是 奇遮屈山 灵袖山 Voucher Peak 在灵袖山 如是我 即是说 当时我 阿难尊者 是这样听到佛讲 正信 当我阿难尊者证明 我是这样听到佛讲的 如是我 如是 我闻 我听闻到 就是闻成就 有闻的条件 一时佛在某处 是是成就 佛讲法 是主成就 在哪里说 是处成就 有几多人 1250文区 众成就 所以是 闻 信 时 主 处众 闻 信 时 主 处众 六种成就 这叫正信罪 接着是法起罪 法起罪是specific introduction 那部经是这样的 法起是怎样的呢 法起罪是specific introduction 或是individual introduction 就是 王子要散位 阿皆世 阿皆世王子 幽禁他的父王 Pimpasara 变成是 姐王幽妇 幽禁的父亲 夫人往祭 韦提希就想救祭 父王 带食物进去 等等 姐王幽母 王子 连母亲都要 大怒 母亲 不应该救父王 幽禁他母亲 接着 夫人求救 夫人求救 求求见到牧连尊者 见到阿难尊者 结果佛出现 故事的罪是这样的 所以有正信罪 法起罪 所以原来很有结构 这部经很有结构 当大家 我们一起学习这部经的时候 我们不单只是 学习佛法 还学习古文里面 古人是怎样 去communicate 怎样去写文字出来 是很有结构 有introduction 接着有正宗份 正宗份即是什么 the content 即内容是怎样的 流通份是怎样的 how to distribute 这个经 即是怎样去promote 这个经 怎样去流通这部经 能够令到 所有众生都受益 所以要知道整部经文 他很着重三样东西 一样东西 是他的罪份 另外 很长的文字里面说正宗份 最后他都怎样说呢 我们现在在这里讲经 瑞加麦来佛讲经 不是利益在场的大众 我们的慈悲心 是普及于往后 千百年 往后的众生 我们都要普救 我们都要 救济 我们都要令到以后的众生 都得益 所以每一部经都是发菩提心 每一部经都是大慈大悲 每一部经都不是单为自己 是为普救众生 这部经的结构就是这样 我们就这样讲 我们还要看一看 正宗份是讲了些什么 正宗份我们是这样讲的 第一 讲是十方佛土 令生顺熬 韦提喜夫人请问佛 三问 韦提喜三问 韦提喜三问是什么 第一问 为什么有这样的儿子 杀害父皇 恶的儿子 我有什么罪业 会有这样的儿子 恶的儿子 第二 为什么 我的儿子 和释迦牟尼佛都会认识这个人 这个提婆达多 为什么我的儿子 王子 阿姐世 会受提婆达多的 这位 僧人的怂恿 挑拨离间 而要丘禁 想杀害父皇 第三 问题是什么 我可不可以离开这个 这么痛苦的世界 我很厌弃这个痛苦的世界 家庭的惨变 国家里面 散围 人与人之间的那种矛盾 我不想在这个世界回落 我想去那个 有没有清静的世界 反正人都会死 韦提欺夫人很聪明 你知不知道韦提欺夫人 和我们普通的夫人 普通的人 有什么分别 普通的人 死就死 多个人都要死 现在享受就可以了 是否普通人是这样 韦提欺夫人不是 我要走出 死后的时候 我可不可以 不再轮回这个世界 不再走入这个地狱 不再走入这个牢狱 我要去一个 没有痛苦的地方 有没有的呢 跟有没有一个 没有痛苦的地方 正业处 业力不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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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善业和正业的 有没有什么地方去呢 我想 即是说 我想去移民 这个地方 我活不下去了 我住不下去 反正我一定要离开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一百年就要离开 我离开的时候 我不想再回来 行不行 就问了三个问题 如来就现了 在眉间 放光出来 那些光再走回头顶上 现了十方正土 很多清净的地方 佛创造了清净的地方 可以让众生往生去那个地方 当然有条件才往生到 即是说 有很多佛的世界 都接受人申请移民 用譬如来说 都接受申请移民 每一个地方移民的规矩都不同 但是 这个韦提希夫人 他单独起荒西方 阿弥陀佛 西方极乐世界 他就选择西方极乐世界 现十方土为达 接着 三种 卫提希求往生正土 如来 直指西方正义协 希加茅利佛 用这个机缘 就说 你去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死后 反正人 不能免一死 将这个身体 圆了之后 卸了这个布 这个果布之后 去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有什么条件 原来有条件 原来你要去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有几个条件 经文里面 就很清楚 直指 去西方极乐世界的 条件 这些条件必须要有 大家见不见这些条件 是什么条件 正业 不记得这些条件 不要紧 不要紧 再看 欲生彼国者 当修三复 第一 效仰父母 逢是思长 慈心不杀 修十善业 修十善业 不止不行恶 还要行善 二者 受慈三规 俱足仲戒 不凡威仪 第三者 法菩提心 深信恩果 独众大圣 劝进行者 如指三事为正业 我已经说过 里面的内容 我已经说过 大家可以 参考 我上两讲 提过 内容是怎样的 已经提过出来了 大家可以参考 这就不继续 不重复了 好 我们走回去 走回我们刚才所说的 好了 狗这个往生西方的 正业的条件 且令 另外 在这个时候 释迦牟尼佛 仲同 仲次宴 在佛口之中 发光出来 照亮 贫婆娑罗 幽禁 在监狱里面 这位 富皇 这个皇帝 令到他 深眼大开 忽然间 在深眼大开 之间 就顿悟 成为 三个阿罗含 三个阿罗含 后来 释迦牟尼佛 利用这个机缘 告诉阿兰听 说给韦提希听 现在就是 殊胜的恩怨 我们要 开显 怎样去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不单只是为你自己 还为将来的一切众生 去 知道这个世界 无问而致说 现在就 有问到 阿弥陀佛 前面的 佛说 《无量寿经》 《阿弥陀经》 大概的表现 没有人问 而佛自己 说这个世界出来 在这里有人问 就是 韦提希问 因为韦提希问 我们有得够 韦提希是一个大菩萨 成愿再来 利用这个机会 因此 所以我告诉大家 在逆境之中 可能 所有的逆境 都会逢凶化吉 都未定 因为他有这个逆境 所以他就要 厌弃这个世界 要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上次就讲到 我们释迦牟尼佛 就教我们 除了修这个正业之外 还要识修观赏 为什么我们要观赏 怎样观法 我们现在就 继续下去了 大家知道这个经文里面的 我们一起学习 这部经文的结构 和这部经文里面的十六观 每一观是怎样观法 经文里面是有十三观 加起来 十四 十五 十六 是上生观 中生观 下生观 一共计之为十六观 我们大概知道怎样观 我们未讲到 连第一观都未讲完 未讲 我们现在已经讲了 如来 戒圈 现在讲的 韦太尔启请如来尝试 第一 日上观 水上观 地上观 树上观 池上观 总上观 前六观 前六观大多数是靠自己的力量去观 自己学习怎样去观 佛不可以代替你观 是要自己观 然后 从第七观 华藏观 华座观 或者花座观 圣像观 佛身观 观音观 细致观 普想观 集想观 这两种力量都有 又要靠自己的力量 又要靠佛菩萨的力量 为何要佛菩萨的力量 没有佛菩萨的image 我们是观不到的 佛菩萨一定要 现了image出来 我们 不靠佛菩萨的 庄严的 佛身 庄严的法相 我们是观不到的 所以是智力和他力 智力为主 佛菩萨力为父 这个就是 从第七观 至到集想观 十三观 好了 最后 十四十五十六 就是佛力为主 智力为父 佛的力量很大 后面的三观 上品上生观 中生观 下生观 自己也要力量 当然有力量 但是佛力的力量为主 即是说 我们未说 我们现在慢慢学习 为什么有这个观 怎样去观 原来这个观很有系统 先称就说 你先学习走 你自己走 你都未懂得走 不如你学习走 慢慢走 爬爬爬爬爬 爬爬爬的时候 你爸爸妈妈就 拿起你双手 叫你用一只脚力 不可以经常爬爬 那么爸爸妈妈就教这个 寶寶 你爬了那么久 你起一起身 托一托你 你便容易学习 到后来 爸爸妈妈都不用 用手来托着你 就站在那里就说 寶寶 继续走 继续走 去到尾是要接引你去的 接引你来走 是不是很有系统 你就是寶寶学走 这个观想 直接是教寶寶 如何从一个爬行 至到 帮助你走 直到你自己去走 对自己走 也要有人接引 也要有人教导你 就是这样的观法 好了 那我们 继续 十六观 有些人喜欢说十三观 十三观再加上后面的 三观就是十六观 叫十六观经 我们现在开始 开始观 我们先宵闻解义 第一是日赏观 佛高谓提弃 与及众生应当专心 是念一处 想于西方 运何作想 凡作想者 一切众生 自非生 盲 有目之徒 皆见日末 当起想念 正座西向 递观于日 灵心肯 专赏 专赏不宜 见日末 见日欲末 状如 原古 既见日以 闭目开目皆令明了 视为日赏 明若初观 作事观者 明为正观 若他观者 明为邪观 我们要一起学习 这个文字 教我们 怎样教我们 我们从这个文字 背后的义理是怎样 为什么呢 我们一一去探讨 好了 释迦牟尼佛 就告诉 韦提希 他说 你和一切以后的众生 现在的众生 当来的众生 都应该专心 为什么要专心 专心就是作意 你不专心 就没有作意 如果没有作意 观任何都不成功 为什么 你从唯识学上来说 你根本就没有骗行 骗行 骗行别境 骗行什么叫骗行 五骗行 作意 第一就是作意 Attention 你有没有Pay attention 作意 大家记不记得五骗行 是的 作意 作意 触 受 上 诗 我们现在要说得深入一点 不是这样 买个文字买一句 就算了 所以 如果你有时间 你应该学习遗识 因为原来你学习遗识 能够带动你容易观 所以要专心 专心就是要五骗行 团里面的作意 Pay attention Pay attention Pay attention to the object that you want to Introspect 作意 触呢 触是什么 触就是 六根对六层产生 绿色 就是触 十八界里面 起了互动作用 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眼睛要看 眼睛不看 你不看日 你怎样接触 但是你不用意 你不是用意去接触 你用眼睛 眼睛由意念带动 眼睛本身看不到 是由意念告诉你 这个是日 这个是这样的颜色 所以也要作与触受 一定有感受 作与触受上师 我现在不是说遗色 所以只是带一带 你一定要有专心 系念一处 系念一处为什麽 系念一处即是 你这个 你这个的 骗行 你这个作与触 不可以散 系念一处 有什麽情况之下 你不是系念一处 有什麽情况之下 你不会系念一处 你记不记得 大家有没有修禅 你有 禅有两个 偏差的 有两个弊端 哪两个弊端 不是调举 是分尋 调举是什麽 临动临世 你都没有专系念一处 在禅坐的时候 临动临世 忽然想到尖沙咀 想到旺角 想到深水埔 没有想到串石山 你都不是系念一处 所以 你一定要 你专心 你专心的时候 你一定要 系念一处 你不会调举 你不会调举 调举即是 like a pendulum going all you know back and forth 你的 thought is wandering 调举 就叫做 调举 分尋 你正在睡觉 你正在睡觉 你怎样观 所以你要观的时候 有些人是这样的 他禅修认为自己很聪明 但一到日想观 他说 你的观也不是禅 你只是观想 你也不是禅 还说不是禅 为什么 你不可以分尋 你不可以调举 你的所缘境是一 或是或是一 你的所缘境或是一 还不是 细心一处 无事不办 是吗 那就是 继续下去 想于西方 云何作想 我怎样想法 云何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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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do I contemplate How do I introspect How do I visualize 下面就解释 如果一切众生 自非生盲 如果你一生出来就盲 你根本没有见过 太阳在西面下 那你会不会想到 你想不到 你见都没见过 你怎样会想到 除非你一生 生出来从来没有见过 西方沉了 日落 那你就没得灌 有目之徒 大家有目之徒 那你见过日落 怎会不记得 就算有些人 后来盲的 他都会记得 当起想念 正座西方 帝观于日 那你就看着西方的日 坚持 专注不如 日门慢慢慢慢 在西方 这个西方 这个大的 古 好像一个大的古 是金黄色的古 你便见到 闭目又见到 开目又见到 很明了 就见到一个 太阳 在 在水平线里面 在水平线里面 一落 在宝云很容易观 直接看见到太阳 在水平线里面 整个好像一个大的弹网 所谓弹网 一路 下去 事为初观 这就叫做初观 作识观者 名为正观 若他观者 名为邪观 意思是告诉我们 你敢观法才是对的 千万不要认为 你敢观就是正观 他观 如果不是敢观就是邪的 以后那些观 是不是邪的 都是正的 这句只是强调 你要敢观才是对的 不是以后那些观 就不对 或者其他所有一切观都是邪的 那是未必的 因为有些是正业观 我观东方是不是邪 我观东方不是邪 所以我们不可以 叫做 要解释它的时候要活些 不要困在文字的圈套里面 要解释活些 这是日想观 这是日想观 日想观 不是容易的 开眼又是日落 闭眼又是日落 直接是将这个观念 这个visualization 这个vision 这个正的vision 摆入你的脑 即是说 将这个景 scan 这叫scan scan了之后 就摆入你的老的computer里面 久不久 或者摆在desktop 即是摆在desktop里面 不是真的desktop 你老的desktop里面 到时就click出来 一click出来 就是这样观 就是scan了它出去 scan了进去 随时可以观的 日想观 这叫初观 为何我叫初观 我不会观 什么 不如我观 日出 更好 有些人说 为何释迦牟尼佛 叫我们观日落 观我们日出 为何没有日出观 知不知为何没有日出观 是的 因为 日出东方 东方是流离光 黄如来 我们是想着西方 那当然是日落 日落不是不好 有些人不喜欢日落 他喜欢日出 我看日出 我不喜欢看日落 没什么分别 因为日落 就为日出去铺牌 日出 又为日落去铺牌 我们不要偏见 日出或者日落 即是说 当你遇到疫境的时候 你不要失望 你不要气馁 你不要自闭 你不要抑郁 原来当你懂得如何处理 当你收这个忍辱 经过这个严寒冬天之后 春天是会到的 慢慢慢慢就会出来 你遇到疫境 我们用佛法去化解 逐步逐步 我们看到前景 不是一定 疫境就不好 这个 现在我们日上官 日落的官 就是观想 西方极乐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 是西方 我们一观就观 从事西方 过十万亿佛土 有世界名 极乐 极乐国土 就是这个 这是日上官 在这里 再说多一点关于观这些事情 我们的年终十三祖 印刚大师告诉我们 念佛有几种方法 修裂淨土法门 有慈名念佛 有观想念佛 有观象念佛 有实相念佛 有四种都涉六根正念相计的念佛方法 有四种 但是年终祖师有很多位都认为 慈名念佛比较容易 确实是 因为我们凡夫 幻想不是那么容易 但我个人的看法 我个人未必对 我觉得是这样的看法 我们都要看观经 不可以说我们慈名念佛 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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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我不懂观 这么多观 好烦死我了 我不想观 这个态度对不对 原来 你慈名念佛 再加多你懂得观想 时半功倍 因为你懂得visualize 这个地方 你要去这个地方 你懂得找出这个地方 加强你的信念 即是说我要移民 移民到时便移便移 不用搞那么多东西 不用去图书馆找那么多资料 不用去跟太太谈 甚至乎跟子女谈 应不应该移 跟爸爸妈妈谈 不用搞那么多东西 移便移便不移 有一个人是这样处理移民 另外一个处理移民 他就不是 不是 为何我要移民 我怎移法 我找些什么资料 这个地方是否合适我 他在找的过程中 就加强他对这个国家的信念 但Mr.A是Mr.B Mr.A不是你的 移便移便不移 Mr.A是怎样的呢 有一天他上班 遇到同事 我想过移什么移民 这里不错 不要移民 我又习惯了这里 我举出很多不应移民的原因 你便说是 打断移民的信心 即是你的信愿行根本未具足 如果你懂得观的时候 你的信愿行百分之百具足 是帮助你 原来观想观像是帮助你辞民 所以你不可以说 观经不需要 我念佛 声音就可以了 你千万不要 你毁谤经文 你自己不知道 你还看少观经 不应该观 很复杂的 所以有些人学了佛法都不懂 他以为他说得对 他偏了一面 某个有样东西是这样的 就像戒律一样 你死守那样东西 你不松 你看不到戒律的真正原理 你是这样便是这样的 你所谓转不了弯 你转不了弯 我我我我我我我 我我我我我我我呈命 我我我我我我呈命 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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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转不了弯 你要懂得转弯 flexible 今天说到这里 至于日上观之后 如何以后的二三四五 我们慢慢再讨论 我们慢慢一些学习 我们一起去学习 如何当我们这个报身完结的时候 再不要在六道里面轮转 这个世界是很苦的 越来越发觉这个世界是苦的 就是因为这个世界苦 我们不要消极 我们要积极学习 如何去超越这些痛苦 不要在此等死 所谓不要在此等痛苦 我们要超越它 如何超越 佛法里面有 教你如何超越这些痛苦 好 我们下次再说